太上老君的老子 太清宫位于路易县城东五公里处的太清宫镇 太清宫也叫老子庙 最初创建于公元165年 公元620年 唐朝高祖皇帝因自己姓李 老子也姓李 为光耀门庭 遵老子为始祖 扩建老子庙 并将老子庙作为皇室家庙 当时的规模如同长安的皇宫一般 公元666年 唐朝高宗皇帝 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又增建了紫吉宫 太清楼等殿宇 藤末皇朝起 太清宫毁于战火 现存的殿宫殿宫 现存的殿堂是清代所建 国国护县立乡取人离人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 陆一县 太清宫的人 也就是这个地点 这一个的话呢 原来叫老子庙 现在叫太清宫 里边公奉的就是老子 陆一县都称它为老金月 老子曾认周王朝的收藏使之时 他在万年时期 周王朝在春秋的末年 内部混乱 后来他就提清宗 经过汉国馆去到清国 在过汉国馆的时候 汉国馆 馆领饮席 留下住宿 曾住下到的营 五千元 老子的清静无畏的学说 他的编政法理论 他的知学思想 25月左右年来 一直影响着 中国人民的死相和行为 现在 他的学说 已经原博道 就是肉眉 盗带营 现在反义 印法的量说 占世界第二 就是印法量最多的就是盗带营 第二位就是盗带营 老子生前只是一位普通使官 是时候却开始做官 而且这官越当越大 做到皇位之后又升为神仙 这是老子母亲的墓地 这座先天太后之赞碑 是公元一千零一十四年 宋朝真宗皇帝朝拜太清宫时树立的 既然老子当上了皇帝 老子之母必定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后 老君台又叫生仙台或拜仙台 传说当年孔子曾到这里来向老子问礼求道 老子请孔子坐下后 双眼一闭 一声不吭 孔子也反而笑之 过了几个时辰 孔子自语道 我懂了 关于老君台有很多神奇的传说 陆毅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告诉我们的 却不是神话 在二战时期 1938年 引力的5145 日本军队 攻打陆毅宪政 从东方 他无认为老君台是军事目标 往老君台打了十二发波的 一发的仗 其中有一发 就是把这个枪打透 这个痕迹延寸在 落到圣坛上 没有爆炸 有一发就被掐在这个树上 这个痕迹延寸在 没炸 后一发 掐在这个东北 东北垫的后枪上 也没有爆炸 后来啊 这个日本军队 公开宣战以后 一看这是这个 公管 就啊 来朝拜 老九月 是在几十年以后 其中有 拱达宣战的一个日本兵 又来到鲁鱼 来方位 当时我接待了他 他一再表示答强 我告诉他 已经过去的事了 不再讲了 老群台自古以来 就是道教信徒 朝圣败祖的先进 是什么力量 使得两千多年前 出生在这里的一位普通人 写下了足以 发先天之密 谢造化之机的 道德经呢 如果您能到 陆毅老子 故里来 想必一定会得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赏 鲁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